Hello大家好 刚刚苹果最新的发布会已经结束了 刚开始我本来对这个发布会不是说特别的期待 但是看到最后的时候 我这个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还是有很多的看点和亮点的 所以我下面就跟大家总结一下 那首先就是咱们这个Apple Watch XL9 推出了全新的粉色 粉度度过得非常漂亮 然后它整个机身内部的构造 结构也是经过了重新的设计 就为了装下Apple全新的希里根S9芯片 S9芯片它的晶替板数量达到了56亿个 比S8多了60% 四核心的神经网络引擎 它的机器学习速度也是提高了两倍 这样就可以让咱们Siri变得更加的智能 现在咱们问Siri一些 比如说我现在心率多少 它就会马上告诉我们 这玩意原来不就可以了 然后它内置的UWB芯片 那个也是达到了第二代 所以我们现在查找iPhone的时候 不光可以让iPhone发出伤了 我们还可以在Apple Watch上 时刻看到它整个距离 而且Apple Watch还会通过听觉和数据反馈 可以告诉我们咱们的阿芯在哪里 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 另外当我们离近HomePod的时候 它就会感知到这个HomePod 然后它就会弹出来一个界面 让我们进行播放还怎么样 另外屏幕亮度也是更亮了 是去年的两倍达到了2000米的 非常的亮 所以我们在户外看的时候 也会看得更加清晰 屏幕已调暗 另外杰夫告诉我们Apple Watch Series 9 它有了一个全新的功能 小揪揪的功能 我们现在不需要再用右手了 我们直接都是养过了 一只手就可以操作了 这么一揪揪 这么一揪揪 这么一下我们就可以控制闹钟 控制音乐 拍照的时候也可以单手 这么一揪就可以 就是不用双手 偏要用一只手 所以我以后我想拍什么 自拍的时候 我就不需要再这样去操作了 直接单手 这样一揪就可以 非常不错 另外这个发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就是咱们的库克再次展现了它精彩的演技 跟咱们自然之母 马道夫那一场 跟它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对手戏 苹果插播这一段小的迷你剧 就是为了告诉我们 现在的Apple Watch更加的环保了 它用的这个表弹 都是使用的边角料的这种材料 用剩下的再次收集下来 然后重新打包一下 所以整个回收再利用 所以更加的环保了 然后它整个包装也变得更小了 所以在运输的时候 占的体积更小了 车的负载就更少了 所以它排放二两花碳也更少了 而且当我们买到全新的Apple Watch Series 9的时候 我们还会看到一个全新的logo 全新的图标 告诉我们这台Apple Watch 非常的环保 另外苹果也表示 他们现在正在中森林 不再使用皮质的表带了 跟爱马仕 跟耐克 都会有全新的表带推出 然后就是我们的Apple Watch O2了 O2整个外观可以说是跟去年的Apple Watch O2一毛一样 Series不要再出来了 但是它整个屏幕变得更亮了 原来是2000尼特 现在更亮了 现在变成3000尼特了 所以我们在户外的时候 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在户外再搭配上他们全新的独占的表盘 这个独占的表盘充分体现了咱们 Apple Watch O2它整个大屏幕的优势 还有它这个矩形 圆矩形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所以看起来非常的不错 另外通过S9芯片和它那个UW一样 我们同样可以获得更高的速度 然后同样也可以找到咱们达分 另外表带 海洋表带推出了这种颜色 橙色 全新的橙色 价格是799美元 所以购买一代的朋友可以说赚了 但是如果大家说 哎呀 那这个二代 我是不是应该再忍一年 到明年 苹果推出Apple Watch O2三的时候 我不知道就亏了吗 我钱到买不是亏了吗 但是大家不要担心 苹果的Apple Watch O2 我看因为庆祝对手没推出类似的产品 所以我估计明年Apple Watch O2三 就推出今年传闻的那个真空灰色 所以一直想要买Apple Watch O2的朋友 今年的Apple Watch O2 Tour 同样是值得购买的 我给大家下一个就是我们的阿芬15了 iPhone15和15 Plus 推出了全新的粉色 粉朵朵的 非常的漂亮 然后还有其他的颜色 黄色绿色蓝色黑色 然后就是我们的灵动的小岛修复 15和15 Plus 都可以用上了 不光有了灵动的小岛修复 它整个屏幕亮度也是得到了提升 现在跟咱们14Pro是一样 在阳光下面可以达到2000尼特 所以这块XDR5LED屏幕 虽然是不支持Propotion 专业动作一把设施 屏幕刷新率 但是它整个亮度更亮了 我们在户外看起来的时候 会更加清晰 另外之前的都是这种亮的玻璃 但是这次苹果升级了 把之前的那个磨砂玻璃 用上的边角料 这次贴到了15和15 Plus 所以背面沾指纹的情况 可以大幅度减少 而且看上去更加的高级 因为它使用了这种绒色玻璃 颜色是刻进玻璃里面的 所以看起来整体性更强 而且在边缘 原来这边有一点是直撑直角的 但是使用了弧形的边缘 所以摸起来更加的舒服一点 另外背面的摄像头也是升级了 去年的4800万像素的镜头 现在用到了咱们15和15 Plus上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两倍的长焦 拍照的时候可以得到更清晰的画面 另外这颗镜头 我跟去年的14Pro系列 简单的对比了一下 发现它的镜头跟去年的还是不一样的 去年14Pro它是F1.7%的 但是15和15 Plus它是F1.6的 所以这个传感器应该用的 还是去年的14和14 Plus的传感器 另外15和15 Plus它搭载了新一代的人线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在拍完之后再改变它的对焦 焦点和景深 我们都可以在拍完之后随意的进行调整 就是摄完再调 而且拍摄起来整个低光效果会更好 颜色更加的丰富 而外观上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下面的Lightning 终于换上了这个USB-C接口 它这个USB-C应该用的是USB2.0 Pro系列可以用到3.0 稍后我们会再说 用上USB-C接口之后 这边就有一个非常意外的亮点 就是我们可以给咱们的AirPods进行充电了 它俩这么一连通过一根USB-C数据线 就可以使用这个iPhone 15和15 Plus 给咱们的AirPods进行充电 然后它的芯片同样是去年用上下的 H6反常芯片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它同样内置了第二代的UWB 所以现在我们不仅可以找我们的EdgeTag AirPods 我们还可以找同样使用了iPhone 15和15 Plus 或者是15 Pro Max的这些用户 我们通过这个UWB就可以找到它们 苹果自己也说了 是不是打电话更快一点 但是他们说有的时候使用这个UWB找起来 会更加的方便一点 那下面就是我们的Shoe Pro和Shoe Pro Max了 比我想象中的它整个提升还是非常大的 首先就是TATA那个 TATA那个号的那个钛金属 使用了钛金属之后 Shoe Pro和Shoe Pro Max不仅非常的耐用 而且变得更加的轻了 再搭配上它们最新的非常窄的变化 所以整个iPhone 15 Pro和Shoe Pro Max 比这个14 Pro和Pro Max 整体外观物理的大小会缩小 但是屏幕尺寸都是一样的 6.1英寸和6.7英寸 而且为了解决太金属 它容易出现这种磕碰凹痕的问题 苹果给咱们涂上了纳米级的PVD涂层 喷这个PVD涂层要花14个小时 一天才24个小时 4个小时专门涂这个了 所以购买iPhone 15 Pro和Pro Max 可以说是非常的值得 苹果给咱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 我们这这个钛金属一共有4个颜色 黑白蓝还有这个原色 苹果说黑白可以跟背面的剥裂相得一张 蓝色突出了钛金属这个材料的精美 原色展现出了钛金属最原始的颜色 感觉苹果宣传的这4个颜色 确实都非常的beautiful 不是特别好选 另外原来波动的静音按钮 现在改成了这种按的方式 我们按住就是静音的操作 按一下我们可以设置成录音拍照 或者是快捷指令 而且我们每次按的时候 它都会有触控反馈 啪啪啪震一下 然后咱们的灵动的小斗修复 它就会告诉我们 我们正在进行什么样的操作 整体这个用户体验应该说非常的不错 最让人意外的 它就是没有搭载A17仿装芯片 它搭载了A17 Pro芯片 三纳米之长的 整个性能提升非常大 而且还支持光线追踪 我们就可以在阿芬上 阿芬15 Pro和Pro Max上运行 像这个双方WG1 或者是双方WG4重置版 这种游戏 我们都可以在手机上运行 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意外 具体的参数 它一共有191个晶体管 采用了6核心的CPU 两个高性 4个搞笑 高性能提升了10% 4个搞笑核心比竞品提升了3倍 然后它的神经网络引擎也是快了2倍 每秒可以运算35万一次 所以我们在抠图 或者是创建个人云的时候 会更加的快一点 而且苹果专门为咱们的15 Pro系列 搭载了独特的解码器 里面还内置了什么AV1解码器 所以我们在看 在前小电影的时候 可以活得更好的体验 而且它也支持光线追踪 相比于A16 它通过软件进行光线追踪 A17 Pro芯片 它整个光线追踪性能提升了4倍 对苹果演示的 像生活危机一般 生活危机四重置版 这些都可以在AV1上完美地运行 我刚开始以为它就是个演示 又是个画饼 没想到今年晚间时候 这两款游戏就会推出来 而且明年刺客信条 预逼的主机版和iPhone版 它会同时推出 所以有了A17 Pro之后 咱们的AV1 现在就相当于一个PS5了 相当于一个Mega 可以得到主机级别的这种游戏体验 这个性能真的比想象的要强大非常多 另外这次Pro系列的镜头 它都使用了纳米图层 可以减少眩光 而主摄像头同样是4800万相 我看了一下参数 跟去年是一毛一样的 另外传感器要比15和15plus 更加的大一点 但是传闻的Sony的IMX903 几米进去就不知道 去年用的是IMX803 它的传感器尺寸是1.28英寸 如果使用了IMX903的话 它整个传感器尺寸 会达到1.14分之一 相当于1英寸的大底了 但我个人估计跟去年是一样的 如果是升级的话 苹果应该会大肆循玄 但是它简单的一续带过 就是比15和15plus要大 这么一点 然后它的主摄像头 现在我们可以选择焦断了 可以根据模特和场景 这个结构 这个构图 我们来进行选择 另外人像模式 同样支持了焦点和景深控制 低光效果提升了两倍 然后Pro Max 这次镜头之前说的潜望式镜头 终于夹进来了 它是120毫米 可以达到5倍长焦 对我们在拍摄特写镜头 拍摄野生动物的时候 或者是拍摄韩国美女的时候 应该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阿昭网上使用了4重反射冷镜 光线进来之后 它一共折4次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 镜头和传感器之间的距离 而且传感器还支持防抖 它可以在三个方向上移动 左右上下 而且还可以进行前后的移动 而且动得也非常快 每秒可以动1万次 非常的美妙 另外这次拍摄Progress视频的时候 我们终于可以拍摄4K6帧了 拍摄4K6帧 整个容量会更加大 所以苹果这次通过USB-C接口 它是USB3.0的 所以每秒可以达到10GB 所以我们在拍视频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外录 把视频录到外置硬盘上 这个功能还是非常不错 而且还支持Log 我们后期在调色的时候 会更加的方便一点 而且我们这次通过超广角和广角 它俩这么一结合 我们就可以拍摄空间视频 空间照片了 不然脑袋中漂过一个 非常好的未来的画面 使用iPhone15 Pro Max 或者是Pro的空间照片功能 空间视频功能 拍摄韩光维音乐员 然后在Vision Pro里面 慢慢的回味 慢慢的欣赏 最后就是这个价格 Pro是99美元 Pro Max它是1199美元起 比去年贵了 去年是1099起 但是今年多掏了100美元之后 我们可以过的什么 评伙不说了吗 你看我们现在是256GB起 你多了更多的容量 全新的钛金属边框 你看二那种 口径探测器上用的 也是这个钛金属 更小的体积 还内置了主机级别的 H7 Pro 芯片 你可以玩双方微机 还有潜望式镜头 我们可以拍得更远 还可以拍摄空间视频 这价格一点不贵 总之我跟着这次对于iPhone15 整个系列还是非常的满意 到时候我住手一下之后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具体的视频感受 让我们下一个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